低级宗教 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 没那么复杂 所以佛教里面看看佛菩萨 不知道 多许为是神 所以就很侵蚀他 老子告诉我 他说你还年轻 你不知道 释迦牟尼佛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我们学哲学吧 找哲学家学吧 说他是哲学家 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这我们从来没听神说过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从这个课程里面 才把从前那些误会洗刷干净 接受佛教是伟大的教育 这才开始接触佛经 老师告诉我 那些话都很重要 他说你要真正修学 佛经哲学 佛经哲学不在寺庙 无论在哪里 过去的过去的出家人 真正都是有学问 有德行 那真的是大哲学家 过去的 现代出家人 他们不学 不研究经典 经典在 没有人去研究它 所以现在佛经哲学在经典里头 他叫我 你从经典上下手 这条路指得非常正确 所以以后我们就进入寺院 也参加一些活动 主要的目的是找金书 在我那个时代的六十年前 金书非常稀少 一般书店没得买 那是我住在台湾 台湾印金书只有三家